东西新闻 陈骏宇 台北报道 如果你点进研考会的网站 你会发现里面全文刊载了 马骁2008年竞选总统的政见 但是里面也对于民进党执政 有了很多的批评 是不是有点不太中立呢 没有想到研考会的官员说 如果立委们觉得不舒服 他可以马上把字眼给拿掉 只是这样子会不会让马骁不太舒服呢 因为这样等于是修正了马总统的政见 对于民进党的教育政策 不断鼓吹狭隘的族群意识 政府的网站可以这样子做吗 会以为进去国民党文宣会的一个网站 另外点进去的是研考会的网站 看到马骁政见不打紧 里头还有一连串的批评民进党用语 甚至连实态都让人不知道 精细是何系 贪腐严重执政党必须乱点 他是讲国民党还讲民党 现在执政是国民党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其实 因为研考会相当不用心 我们没有这个心 那可能是我们同仁 算是我们比较 就像文讲的 算我们不认真 那我们回去马上检讨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 安雅律委觉得不舒服就修掉 那万一改了 换成大老板不舒服 又要怎么办 让大家满意 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那我们就改进 原来是当初的主委将一话 要追踪考核总统的证件 才把证件原文照天 只是又没有必要大啦啦的 放在网页上 被执疑不中立 恐怕比修改那几个 情绪性的字眼 更值得检讨 东西新闻 立术群注文 台北报导 好 花莲国际石雕